字幕君 字幕君 哈囉 我是Anny 這次要做的是彈跳立體花花卡片 這是一個很適合初學者一開始學的立體卡片 它只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還有黏合的位置 然後它就可以完成就是這張效果很好的立體卡片 那我們就開始製作吧 首先我需要準備一些色紙 那因為我想要做的是兩種花板型組合而成的卡片 那它需要大張跟小張的色紙組合而成 那我準備了一張色紙、鉛筆、剪刀 就可以開始折了 首先將正方形的色紙、三角形對折 然後再對折 然後將其中的一個角往上對折 翻到另外一面也是對折 折完以後再從其中一面的三角形對折 這樣它就會變成跟畫面一樣的形狀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畫花的形狀了 一開始因為我用鉛筆畫可是螢幕顯示不太出來 所以我又換了一支粗的黑筆 這樣就是可以比較看得清楚那個線條 首先我從中心點往外畫了一個圓弧形 它這個圓弧形是稍微比較低一點的圓弧形 那我從中心點將這個圓弧形先剪開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花瓣的形狀 然後再將剪好的這個弧形往右攤開 然後將另外一邊畫上這個弧形的線 然後再來剪開 那之後會示範這個弧形對花的影響 其實花的那個花形就由那個弧形來決定 如果你剪稍微短一點 它的花就會比較圓潤一點 那如果你剪尖一點 它的花就會變成比較尖的形狀 那我第一個示範的是比較圓潤的花形 它剪出來就會有八個角 就是第一個花形 再來示範第二個花形 那它摺紙前面的步驟都是一樣的 差別就在於 我等一下打算要畫一個比較尖一點的圓弧形 那它剪出來就會比較像 波斯菊那種 就是一片花瓣 稍微它的邊跟邊會稍微再深一點 就跟剛剛那個圓弧形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從中心點往外畫一個比較尖的形狀 那它點跟點的高低其實就差的比較多 然後那我再從中間剪開 步驟跟之前前面的都是一樣的 剪開以後那我再攤到右邊 然後畫線 然後再把它剪開 那我打開以後 它這個花形就會像這樣 它就會有點像是愛心的形狀 跟剛剛這個圓潤的花形又不太一樣 那因為我沒有剪差很多 所以也沒有非常的明顯 那如果你再剪深一點 那它的花就會更尖一點 好再來示範第三個是櫻花形狀 或者你也可以說是梅花形狀的花形 那前面的步驟都是一樣的 我就直接省略 那在畫圓弧形的形狀 你可以選擇畫短一點的花形 或尖一點的花形都有不同的效果 那畫完以後我從中心點 然後再畫一個疤 有點像國字的疤 然後再從用小剪刀把它剪開 從中心點就是畫一個小小的一個疤 這樣的形狀就可以了 那我把這個撕開以後 中間就會有一個凹進去的形狀 那打開以後呢 每一個花瓣都會有一個凹進去的形狀 其實還蠻像梅花或者是銀花的 那你也可以這樣用 或者是呢 在裡面加一點巧思 可以畫一點就是花蕊的感覺 甚至你也可以用紙 然後再貼出一些立體的感覺 那這就是三種花的不一樣 你可以決定就是看你想要哪一種花 那我這次要做的是 從兩種花黏起來的花心 那我從大張跟小張的色紙 分別剪出兩種不一樣的花心以後 我現在要把它黏在一起 讓它有一種漸層花的感覺 那我將小的花塗滿膠水以後 我將對準那個線 然後將它貼在正中央 讓兩個花形結合 可能稍微會有點比較難貼 可是只要對準那個線 其實都OK的 貼完以後我們就可以來做剪裁了 首先因為它有八個花瓣 那我要剪掉其中的一個花瓣 將其中的一個花瓣剪掉 這樣就剩下七個花瓣 那我在七個花瓣其中的一個花瓣 再塗上膠水 等一下用膠水或者是雙面膠都可以 那我再將這個塗滿膠水的花瓣 跟另外一個花瓣做黏貼 那它這個花總共最後就剩下六個花瓣 那幫它折成一半 這樣就完成一個花 這張立體卡片總共需要七朵花 那都準備完成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黏貼了 黏的材料我用的是雙面膠袋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 口紅膠、膠水或者是這種卷軸 雙面膠袋也都是可以的 那再來我將雙面膠剪成小的塊狀 那主要就是貼在花朵的前端 那如果你要塗口紅膠或者是膠水的話 記住只要塗一點點在前端做黏合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黏貼了 首先我將下面的這個花黏在第一朵花 注意的是我們每一朵花在黏貼的時候 它是以花瓣做黏貼 比如說像膠疊的部分 只需要黏貼一朵一半花 這樣 那將最後一片放到最上面 準備的這一張基底紙大小呢 對半折可以把花蓋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將這一張紙對著 並將花擺在左方對準中心線 然後剪一小段的雙面膠在花中心點的前端黏起來 然後撕下 將右半邊的基底卡片往左折 然後它就黏住了 再翻到左邊 將這朵花也是剪一段膠帶 然後貼在花中間的前端 然後再這樣合起來 那打開以後就完成了這個立體花卡片了 加上一點裝飾和巧思 就完成了這一張卡片 感謝你的收看囉